记者王俊杰竹市报道,新竹市府消防局今天举办我是小小消防员一日体验活动, 有60名小朋友身住迷你版消防全装进行云梯起降, 涉水柱救灾,火灾报案技巧,地震应变处理等消防工作, 实际体验消防日常,为让消防灾害教育向下扎根, 消防局去年起办理消防体验营,活动免费, 消防局还会致赠高质感乐高消防车,造成广大回响, 延续去年活动热度,今年共有1900位小朋友报名, 其中只有60位能获得活动参加资格,录取率仅3%。 消防局长李世公指出,活动带领学童全方位认识消防队日常救灾工作, 包含体验云梯车救灾,穿消防衣灭火,火灾报案技巧,地震应变等, 现场每个关卡都精彩刺激。 李世公说,参加活动的小朋友们, 全程都会穿着与消防人员一样的长血服, 若体验火灾抢救,还可穿上特别定做的迷你消防衣。 今天现场小朋友脸上都露出兴奋表情, 小学二年级的达达一早就来报道, 他开心地说最期待体验云梯, 第一次离消防车这么近。